让我拥有你全部的爱 我是这里付出我的爱 从今以后不会再更改 现在时间是中大 在2点28分 我们所有人一起来听 这边有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今天星期五 小周末快乐 节目一开始 安排这首歌 我是真心付出我的爱 这就让我想到了 好多的政治人物 包括我们要在这个礼拜天 发起大游行的姚文志伟 我是真地付出我的爱 为什么得不到民进党中央高层 你们现在到底是怎么样呢 今天一定要邀请这位特别来宾 他其实很资深 所以对政治的事情 他看得非常的透彻 从什么党到什么党 现在是无党一身亲 有人说今年选举 其实无党的可能比较好选 因为大家现在对蓝绿 其实都有一点厌烦 他现在是我们台北市现任的议员 大安文山区的李庆元议员 议员你好 宏林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李庆元 是是是是这个议员 记得上次来到现在 其实每一天政治都很诡绝 对 多变 变化多端 跟股票一样 是 跟股票一样 上上下下 跟股票市场一样 对 然后每天我们的这个伟大的科市长 只要讲个什么话 哇 都是会成为注目的焦点 是 他现在 他今天刚刚稍早的时候 接受访问说 这个抹黑抹红 实在让人 他是主力作手 有可能是外资 等一下 你怎么自己下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都还没问呢 我们今天要好好来聊聊 今天好多个议题 不过 因为 最近 刚好就有人讲说 我如果假设是第三名的话 那我就永永久久的 退出这个政治圈 政治人物讲说要退出政坛 很多啊 不胜美举啊 先问一下我们的李庆元议员 这个当政治文章说的意思是 背水一战 没有退路 还是说他别有用意 到底这个真伟是怎么样 嗯 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说 虽然说 这个我第三名 如果我第三名的话 意思是说 姚文智说 如果民进党提名他 结果他却落居第三 所谓第三 当然就是丁守中跟柯文哲 我落居第三的话 我就退出政坛 是 这个当然了 是 因为第三也选不上啦 第三 落居第三当然选不上 为什么落居第二也选不上 是 重点在这儿啊 是是是 所以他并没有说 他可不可能第二 是 所以 呃 人家丁委员说 他再怎么样都不可能第三 对 呃 那个因为 所以柯文哲才会第三 如果三 三个来选的话 呃 我几乎可以研判 丁守中绝对不会第三 哦 啊 是 那姚文智是否会第三 哦 那得看民进党对他 这个 如果说提名他 然后呢 全党对他拉拔的程度 是 哦 全党拉拔的程度 在这里面的程度 包括 民进党 司议员候选人 嗯 还有里长候选人 嗯 对姚文智 这种所谓的 这个向心力的程度 嗯 这种向心力程度 如果极强的话 嗯 那当然 他不可能第三 嗯 我认为了 但如果说今天不一样 比如说 选举期间 柯文哲 一样继续民调是40%以上 嗯 假设了 一直40%以上 是 那姚文智的话 一直在15 16 17 18% 是 那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就会影响到 他们自己的 提名的议员 还有里长 候选人 他们的一个支持度 嗯 对他来讲 这个支持度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向心力 我讲的向心力 嗯 就是 民进党议员一定说 我支持姚文智嘛 只要党提名嘛 嗯 嘴巴讲 归讲 但有没有实际的 具体的动作 这个很重要 你讲到重点 有啊有啊 后天啊 122啊 这个鸡蛋大游行 我知道了 但是民进党还没提名嘛 哦 所以重点就是说 姚文智他的做法就是 一直希望争取民进党 能够提名嘛 哦 能够提名 那议员讲真的 争取这么久了 从去年喊到现在 他现在 就背水一战啊 他就讲 如果没第三 如果落到第三 我就退出政坛啊 是 他用这种方式 要 要去向党中央 讲话啊 发话呀 有用吗 对不对 这一句话的话 坦白讲 对党中央是形成强大压力的 为什么 因为不是姚文智讲这句话 形成强大压力 嗯 而是台北市的 民进党的 这些党员 嗯 甚至一部分的支持者 尤其是 这个独派人士 嗯 他是 每天 跟党中央是逼他们一次 一定要自己提名 嗯 你还包括一个 前副总统吕秀莲 都站出来 嗯 等于 吕秀莲表示 表态自己要选啊 嗯 实际上来讲 他的表态并不是我真正要选 嗯 而是我希望你们 一定要提名 是 他真正的目的在这里嘛 是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民进党中央 承受到要提名的压力 确实很大很大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民进党有非常多的基层 嗯 嗯 很多的基层 尤其是独派的 嗯 还有包括党员 嗯 他说 我跟你说哦 你如果没有提名 这样哦 我年代连你的议员 立党我就没给你打了 嗯 我根本不出来投票了 哎 可是哦 因为你现在讲的都是反对的声音啊 这个支持的声音 赞成的声音 只是没有 没有发表出来 因为今天早上也有那个 清绿的这个家长 他们力挺柯文哲 他们就是说 啊 那个 那个柯市长 他们看他这样子 一直被 整个 绿的议员 现在这样 用这样的一个行动 那你看他们整个家长就说 哎 他们也想要说 家长会长的团体联盟 总会长 他们说他们整个 要发挥这个力量 来力挺柯P 我这样讲 哦 你看最近的一些 各种民调 对 各媒体所做的 柯文哲 48 89% 嗯 丁手中 245% 是 姚文志 或舒焕志 大概145%左右 是 哦 这样的状况自现 出现什么现象呢 就是柯文哲在目前 嗯 他不只是 中间选票可以 可以拿到 占了绝大的优势 嗯 而且他淡然 淡绿 甚至于哦 深蓝 嗯 深蓝哦 柯文哲都有票 为什么 你看连新党的主席 郁务民都说 我新党可以支持他嘛 是 新党是深蓝的啊 是 但是在绿里面的话 深绿是不 基本不支持柯文哲的 嗯 但淡绿 有很大的板块 在支持他 是 所以他才有办法 拿到489%呀 嗯 否则489% 哪来的呢 所以如果我是柯市长 我根本不需要调整 我的什么做法 反正我怎么做 我再怎么样失言 我再怎么样 呃 顾此失彼 反正我还是有 最近他是有在调整 我观察出来 他已经 嘴巴闭得比较紧一点 啊 而且讲的话 这种刺激性稍微少了一点 辣椒味也稍微少放了一点 这种醋酸辣椒味少放一点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他只要这方面能够谨守分解 嘴巴能够把 这个把它缝好的话 他没在怕 那事实上你说 姚文志每次民调只有15% 那你认为民进党犯率 绿营只有15%吗 不可能嘛 对 在台北市如果只有15% 他他里长议员都不要选了嘛 从边算了嘛 那所以他邀请大家周日一起站出来 然后跟柯文哲说拜拜 当然他自己 因为他已经也喊 在牛棚已经练头这么久了 他当然要表明说他参选到底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会就出来玩玩的 对 也很多人怀疑说 会从头选到了嘛 可是我想说有时候这样子 因为你刚刚其实上分析 包括说对柯市长 他的这个民调等等的 如果我今天是党中央 我选记就是要赢 我选记不是说 要拼什么民主 拼什么家庭 我选记就是要赢 所以说如果我没有办法 推出一个可以赢的人选 我何必呢 问题就在这里啊 因为他为什么喊出那个说 我如果提名的话 落居第三 我推出政坛 因为他现在所有的民调都第三嘛 所以他怕人家对他没信心嘛 对不对 事实上政治是这么一回事 目前你之所以落居第三 是因为民进党提名的 不提名方向尚未确定嘛 如果民进党确定要提提提 那个谁啊 那个姚文治的话 那我刚笃定哦 他真的是未必第三了 因为因为我刚说过嘛 全党自力挺下去以后 他15%16%17%18%19%20% 他会爬嘛 对不对 对 那柯文治的话 相对就都都都都都都会往下掉嘛 是 丁总终也不是 讲白了 也不是一个躺在那里睡觉的人嘛 是 他245% 你认为国民党犯人在台北市只有25%吗 也不可能吧 是 他也会往上走嘛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以一般庶民老百姓的一个想法来想的话 因为每次都是政治人物来提醒我们说 你柯文治你就是台湾的家人说不清楚 你就自己的主顶你就没清楚 你这样不可以 可是我们去问路上的一些百姓到底谁在乎台湾的价值是什么 然后可以讲出真的他自己心目中的台湾价值是什么 所以是不是老百姓有这么在乎吗 其实老百姓多数人讲对这一块根本就无感 就无感 所以 多数 所以就是如同柯P的昨天又说了 对 就是每次问到台湾价值他觉得也很烦 多数无感吧 只有讲白了 我们定义上就是比较深蓝 或深绿 也就是独派或统派这一块他们才有感 所以他一直讲青年情政爱乡土 这个是民进党他们的主张 所以他现在也讲给民进党 所以好了 他年轻人多数无感吧 对 你们要我讲价值 我干脆就青年情政爱乡土 那你人家怎么说 对不对 所以说 好 因为柯市长2014年是夹杂的一个白色的力量 推倒蓝绿 那您也在几年前被迫 变成是无党 对 可是议员你看我们这几年来的变化 2014只要跟柯市长沾的上边 那好像就稳当选了 对不对 那今年时到现在 今年未必 今年未必 然后今年有人说 无党的会比较好选 因为就是说你蓝的 好像有一点让人家投不下去 绿的 哎呦令人非常的失望 所以干脆如果是无党籍 会不会比较没有包袱 这方面当然了 不尽然 不尽然 是 因为现在的选民 他比较喜欢看人选 看人选 而不是看党 所以不表示说党一定是缺点 重点是你人的品质好不好 就是说你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你无党也好 你只要提名出来的人 或是无党籍的人选 非常的优质 那么优质的话 那以台北市为例 大概有将近45%的50%的人 他就是投这样的人 那投这样的人 他心里并没有锁定 我一定要投无党的 是 他会从所有的候选女里面去挑 他觉得很优质的 哎可是艺人 等一下 这个人品好不好 看不出了 现在大家只有在乎那看板 有没有修片修很大 比如说男的 我就要看起来帅帅的 女的我看起来就要美美的 是吧对不对 你看现在大家都 有个女的 有个女的因为修太大了 她站在看板旁边 那个结果有选民问她说 哎呀 这个某某某某某人的妈妈 请问你女儿怎么一直没看到人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这样子 我要说出那一位 那也很认真 也是在柜区 对吧 你还认真 不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政治人物真的很操劳 那有的很资深 就是好几届了 那她有时候就觉得 我刚开始的时候 莫忘初衷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的长相 好不好 还是这么样的清纯 那 但真的你们 看板不一定有用 看板不一定有用 对新人来讲 我觉得 对新人来讲 那是无可奈何 他只能靠看板 只能靠他的诉求 是 不断的去打动人 对 可是对所有已经当过 一届以上的民意代表 是 或在政治上 政治上已经走过一段时间 像罗志强 走过一段时间 对 这些人其实 选民对她的image 已经建立了 对 那建立了以后 再加上她自己问证期间 是 不管透过各种表现方式 是 人跟人接触 或是透过媒体 对 那事实上 多数人都知道说 哪一个人 哪一个人 大概她的 形式风格 人格特质 还有她的品质 到底到哪里 是 所以这些人 基本上来讲 我讲了 这48%的人 这45%到48% 甚至达到50%的人 他是从人选里面去挑人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到 心中没有党 没有党不表示武党 他不是只从武党里面去挑人 如果武党一挑人 如果我屡亲人赚翻了 对不对 因为我是武党籍 但不是 他从国民党民进党各党派 甚至武党籍里面去挑人 是 所以也就是说 我身为武党籍 当然也是他们 可以挑选的对象 我只能说 我占了这个优势 但不表示说 哎呦 这45% 从武党籍里面挑 他不会去挑国民党 挑民进党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温屌 不是这样子的 OK 好 今年年底就要选举了 今天来的这位推来宾 是大安文山区的 李庆元议员 其实陈如他刚所说的 他走过的路 我是看他就外形来看 现在30年来都没有变 始终如意 变很多了 变很多 那是因为你30年 不断的看 所以没有感受到变化 有一人你怎么这样 我今年才32 是 是 这样 好啦 小 大家开心一下 好不好 好啦 因为武党 有没有真的比较好选 他的优势 还是说他的 这个比较补强的地方 是哪里 那已经武党 这么些日子了 有没有想要重新 再加入党 或者是什么样的联盟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待会精彩的广告完之后 回来马上继续聊 今天特别来宾 就是大安文山区的议员 李庆元 专为亚洲女性打造的 闭合博珍珠换白膏 极致滋润 富含氨基酸 美激力更胜胶原蛋白 可调理肌肤纹路 维持紧致肌肤的弹性 让您由干燥暗沉 变得更加水嫩清白 现在 闭合博极致滋润 珍珠换白膏 特价优惠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大家好 我是凯达哥兰 基金会的自行长 丹地中 这个会由阿比总统 所創办 十三九年甘文参会 就在新历五月斟施 也不是六点半 以台北市来骨斑 参加一张五千块 如果计划买得好的好朋友 我们怎么可以自由赞助 拜托大家 这会支持台湾罗山 让阿比总统的病患 最大的温暖 电话车卡控制 2531667 022531 6607 感恩 我是原培一市科技大学校长林志成 原培一大市教学基校成长 最快速的大学 大健康产业人才培训基地 更是全国医护健康产业 最爱的大学 平均起薪以就业力最高的大学 体验优质大学生活 掌握未来高薪就业力 选择原培 让你高薪好出路 请上网搜寻原培一市科大 好的菌 让您健康舒畅 坏的菌 让您病烟烟 敏苏青 寡糖业菌 给您维持一身轻盈的体态 盐血是一株复合式活菌 维持健康的体质 帮助消化 排便顺畅 调整体质从小开始 老人像孩都可使用 现在 敏苏青 寡糖业菌 特价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或播 0809 092 898 全民追 台北市推出了 八横八纵 单次密集的 干线公车 让你走到哪 都有公车搭 而且干线公车 与公车双向转成 还有半价优惠 公车内只需看LED灯号显示 是上车收费或下车收费 依止是刷卡付费即可哦 提供更快速与便利的服务 请认明干线公车识别标志 台北市干线公车 把横八纵 全面启动 这是一个上海 自由的所在 快乐爱台湾 下游胸无爱 最快乐的电台 再回到我们这边行程 我是红林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 是我们台北市 现今的议员 台安文山区 讲到当然文山区 这个就是天龙国中的淡黄 精华地区 李庆元议员 其实他今年年底 要争取第六任 对不对 因为现在是五联法 五届的议员 不简单 掐子一算 二十几年都过去了 但是好像当民意代表 就是这样子 都是要忙别人的事 为民服务 这也就是一个工作 一路走来 如果说有这个 莫忘初衷 因为他就说 其实有时候一谎言 会觉得说 怎么时间过这么快 好像才刚开始这样 有这样的心很好 因为有的时候 我都觉得说 当了好几届 到后来 我也不知道他的感觉是什么 会不会觉得就 反正时间到了 就又开始准备了 竞选的步骤 一个一个一个来 然后可能选民也很习惯 从小看到大 从中年看到老 都是这样 对不对 但一路走来 过去 党很蓬勃的时候 不管你是哪个党 那个时候 有党的加持 好像也是一个胜利的保障 但是现在 你看整个大环境 在五党级 而且其实各个县市 有很多都是 小党的 甚至五党的 出头也蛮多的 那当然柯市长 他是在2014的时候 他是一个五党级的 不管说他现在 到底颜色是变成什么样 他的重心思想 他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回到李庆元议员 因为这样一路走来 你到现在为止 到今年年底 你还是以这样的一个身份 对不对 就是守护正义 然后无党所终 这个无党是 没有党的包袱 这个logo是 过去两年用的 当然今年会略做一个改变 但方向还是没什么变 事实上我过去是 从新党起家的 那我非常感谢新党 因为如果没有新党的话 我是完全没有重振机会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 连中产阶级都称不上的家庭 那坦白说 我是从零爬起来 从零爬起来 我爸爸是做农的 而且重振的时候 我父亲 务农的 而且我重振的时候 他已经过世了 那我妈妈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 就帮人家洗碗的 所以是一个 非常单纯的家庭 那所以这样的话 新党帮我这样 能够有机会 走到政治这条路 而且可以说 完全靠党的力量 不是靠我个人力量 可是后来呢 所以党的力量很大 很大非常大 当年人家形容说 新党当时 就算提名的是一只动物 都会当选 因为人家是看新党投的 不是看这个人投的 就是现在南部 这样他们拍一颗石头出来 对对 进党也会当选 对他也会当选的意思一样 所以这个很感谢 那当然了 就说整个过程之后 发现到后来转进国民党 那转进国民党 当然是有背景因素了 那转进国民党以后 就发现到说 我这个党的力量确实很大 因为你 你一进入国民党以后 你基本上来讲 他就等于送了一万多票了 你只要被他提名 就先送你一万票以上 应该是说 比新党力量更大 大会大 但是人数也多嘛 所以事实上差不多了 党小就提少 党大就提大 除非你这个党的支持度 根本不足以支持一人 那另外一回事 那你等于是国民党提名 就至少送你一万多票 好了 结果两三年前 被国民党开除了 那当然了 你不是自己先自己主动 因为知道人家开除你就自己拴了 我先退党 对先退党了 退党以后开除 事实上国民党从来没有说 你退党给你开除的 除非说 除非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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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违反党纪 去 去选举 是 或者什么 你做进犯科 都有可能吧 但是话说回来 我这个很特殊了 退党以后被开除很特殊 但是开除了以后呢 这一万多票不见了 党里面给你的这种保障不见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要当放山鸡了 当饲料鸡的时代过去了 你要当放山鸡 五党纪就是放山鸡啊 可是我自己找饲料吃啊 是 就回到你刚刚上一段说的 现在是选民来检疫你这个人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那如果说我今天过去 从来没有从政这20年的话 我跟你讲 五党级当放山鸡 要当选是极难极难极难的 除非你本身 除非你本身就有非常 你本身在别的行业里面 闯出一个大名号出来 而且形象很正面 而且知名度很高 当你用五党级有机会当选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像现在我大英文山很多新人 他在来参选之前 社会根本不知道是谁 这种人讲白只有靠党 才有机会当选 靠个人五党级是没有机会的 所以很多人用五党级跑出来选 我就在旁边想说 你怎么这么多 那所以照你这么说 因为其实民进党 他们才各区的民调初选 对外民调初选都选完 那也是有资深现任的 他们去落榜 落榜之后你没办法 就是说不然你退出党 自己来参选 通常这样子 他们都说下场不好 下场都不行 就说你 但是我在地方已经跟你这么久了 我也是很资深的 选民非常重视 他有feeling跟感觉 如果说你今天是某些因为发生特殊事故 比如说夫妻离婚 甚至有什么小三什么之类的 像这种因素你退党的 我认为你大概机会就会比较渺茫 你用五党级选会渺茫 因为你要看你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纯粹是说因为民调的机制 然后要急取己 然后这个按照成绩来 这个就只好愿赌不需 常态来讲没有任何 常态来讲没有任何一个民意代表 在参选连任的时候 他要退党参选的 常态来讲几乎不会 那一定是出了一些某一些 非常态的状况 非常态的状况 上次李婉玉他是因为初选没过 后来他一样用五党级就参选到底 结果变成是落选头 那就是非常态的状况 那以我来讲的话 我认为说 今天五党级到底在台北市要做什么 那如果只是一个五党级 他也许他的力量不是很大 所以我在议会里面 其实是有跟人家做一些结盟的 结盟 那结盟的话 目前结盟的结盟 那最近已经开始逐渐成熟 只是还没有达到公布的地步了 那目前结盟是 所以你们会结盟是 大家几个志同道合 然后想法 一个选区一个 一个选区 但是就是说这些人是你们里面 大家想法 理念 比较接近的 这个比较接近 然后呢 这个方向会比较 大家比较一致性 是 我举例来讲 像我们这个节目的对象 目前来看 有三 有三个是五党级的 一个我五党级 一个是 中正万华 徐立信 那他上次落选头 所以他其实理念也不错 也有机会当选 而且他能蹲点 又蹲了四年 那四林北投 五党级就陈正中 那因为他五党级 他也愿意加入 那我们就一起 另外就是 亲民党的议员 一个是林国成 一个是黄珊珊 那黄珊珊 林国成 基本上形象都OK 那另外在松山新议 亲民党会提名一个 叫洪世奇 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参选 他每次都几乎落选头 等一下 洪医师根本很熟 洪医师上次来的时候 我们都是讲到医疗的 我问他说 洪医师你还要再参选吗 其实我是蛮愚心不忍的 但洪医师说 每次到了选举 你就知道 我很多选家都说 洪医师我还要自己计刺 你还是要再出来 所以我才在想说 要问他说考虑怎么样 因为我叫他先去妙问一下 因为到后来 要人也要神 所以有时候 洪医师需要有一个 所以洪医师有确定了吗 洪医师目前的话 还在考虑中 目前我的了解是确定的 确定的 那现在如果说 我们六个人的话 就会形成一个纽扣联盟 纽扣联盟 纽扣联盟 你为什么要叫纽扣联盟 为什么叫纽扣联盟呢 因为 为什么不叫军师联盟呢 现在还蛮红的 本来我们要叫首都监督联盟 首都监督联盟 这太硬了 你搭配现在这个很夯的 这个司马懿的 这是军师联盟 我们希望 像变纽扣联盟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六个人 每一个选区 我们六个人 每一个人都是一枚关键的纽扣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六枚关键的纽扣 那每个人都是一枚关键的纽扣 那这关键的纽扣都不能落选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台北市议会 这一届已经蓝绿不过半 对 国民党也不过半 民进党也不过半 国民党好妙 我竟然敢提 就是敢 这提的人数真的不多 你看这怕什么 他提33席嘛 对 他提33席 他除非全过嘛 否则的话 全过的可能性 其实坦白讲从过去惯例来讲并不容易 是 并不容易 所以他不过半的机会很高 对 那民进党 那国民党33席 上个33一嘛 对 这都有可能吧 是 那33一的话 民进党有可能过半吗 也不可能 对 所以议会会形成 国民党民党完全不过半的状态 嗯 事实上这有可能就是我们无比注意长 心里想 一定有啊 没问题 机会很低 干脆就是急流涌退 这个可能性很高的 嗯 因为他上一届 吴比苏议长 这一届 我这一届选举的时候 因为郭兆元投错票 嗯 就已经是5比5了 嗯 还轮第二 还还投第二次 对 这个议长才出炉 是 所以这个危机很重 所以说如果今年年底的这一届市议员 要进到台北市议会 这蓝绿不过半的情况下 你扭扣了 所以我们六个扭扣怎么做呢 第一 啊 这个要摆脱蓝绿的恶斗了啦 好 调和蓝绿啦 我们是六枚关键的力量 是 所以在议会里面 这关键力量干嘛呢 因为蓝绿如果说每天这样 在议会里面这样吵来吵去的话 是 坦白讲 是非跟公理都会变成不明的状态 嗯 会混沌 那如果我们在这中间 能够扮演起扭扣的角色 把蓝绿调和起来 嗯 对的事情我们就去支持 嗯 对的事情我们支持 这样的状态之下的话 各位会发现到一个状况 嗯 就是 我们议会啊蓝绿不太吵架了 嗯 然后呢 他们都会寻求 只要对的事情会来跟我们沟通 嗯 那我们认为对了 我们就给你支持 这样对老百姓是不是好事啊 是 所以今天听李庆元议员这样讲啊 他就别我们不要小小小看这个 扭扣一颗这样小小 他事实上 如果你扭扣没扣好就歪了嘛 那就越来越麻烦 然后呢 一三不整嘛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感觉就整个都不对了 可是你看这个小小的一颗扭扣 如果你把它扣好扣着起 有的可以 有的可以保住扣跟不扣 对 也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扣不扣你可以选择 是 但是就是要在最关键的时候发挥它的一个很关键的效果 对 所以预计就是有六位是纽扣联盟 联盟的成员 对 那这样子也算是 这算联盟的成员 我现在正在市场这买纽扣 对 所以纽扣会缺货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买纽扣 我把名片上 你们会粘那个纽扣 然后送给他这样 OKOK 非常好 哇 今天李庆元议员来跟我们讲这个点子 好 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 待会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聊 今天我怕真的李庆元议员来 我们可能还有500题要讲 以上节目内容 我代表本个立场 精彩的节目 请继续收听 换屋街掌 更要精打细算 双倍定期票 替您省很多 省更大 双倍定期票 可在有效期间内 不论是台北捷运 还是双倍公车 皆可无限次搭乘 台北市区U-Bag 也想前三十分钟免费哦 知情开放预购 四月十六号开通使用 双倍全区 三十日定期票 让你搭到保四周跑 一张定期票 双倍任走票 大大审核包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公车联营管委会提供 精微钢 拥有纽西兰严旋路融 纯净天然 精微钢富含秘鲁国宝迪马卡 滋补强身增进体能 精微钢高剂量精氨酸 促进代谢提升精气神 精微钢强效战斗地 让男性朋友补充体力与精力 让您一定满足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货波 0809 092 898 新北市公车 越来越赞 新北市跨区干线公车 四通八达 单次多 不用怕多吗 四月二号起 有转程优惠咯 只要搭乘 新北市跨区干线公车 快速公车 还有跳蛙公车 与双北市公车 双向转程 都有第一段半价优惠 全票只要七元 学生票六元 半票四元哦 任命路线号码 有加框的公车 转程就有优惠 新北跨区干线公车 救救给大家 急难需要求助 除了拨打119外 还可以事先透过手机 从Google Play 或Apple Store 下载安装全国首创的 视讯119APP 用视讯119 在台北市报案 就可以将灾害现场的影像 及GPS坐标 立刻传送到台北市 119救灾救护指挥中心 快速处理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下载视讯119APP 让台北市消防局随时守护您 少年不养生 老了养医生 男性朋友要选对保健用品 摄虎剑南瓜籽茄红素 血成畅必定 使用南瓜籽茄红素 虾红素 还有专利的血成萃取物 可可多分 一次给您所有该有的保养成分 给男人幸福的人生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过播0809-092-898 快乐联播房 快乐狗狗瓶 97.5 快乐昏加南 92.3 快乐大台中 89.5 快乐大台北 89.3 快乐华当 98.3 快乐配偶 96.7 快乐红虾 91.3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播房 现在时间 13点整 快乐联播房的 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长 柯文哲 快乐台湾 无憾政策 福天的节目 都在快乐联播房 5 4 3 2 1 快乐 talk show 红林时间 来 今天是星期五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 很开心愉快的心情 这两天的天气还不错 像夏天 今天特别来宾 也是穿短袖的 他现在是我们台北市 大安文山区的 宣言议员 今年年底的时候 要争取第六任 第六届的连任 希望大家都给他支持 李庆言议员 事实上 你也知道他为什么被迫于 就离开原来的党 因为 不可以 在电视 在媒体 在说真话 你知道吗 我现在发现两个党都一样 就是都不太容忍 他们下面的人 公开去讲他们的不是 容忍度有点不一样 就我发现说 因为我跟几位 就是民进党 我觉得在民进党 最想不会被开除 最起码 可是就是大家会排挤 会排挤 对 就是说不管是委员 还是议员 那有时候我私下会讲说 你们以前 骂别人的时候 头头是道 现在自己这样子 有时候要被人家质疑的时候 就突然 你们自己辩护都无力了 然后呢 也不太能说 他们可能关起门来 可以讲 但是就是大庭广众 大家如果要去批判 自己的党哪里 点点点 可能这个就会比较保留 国有真诚 国不亡 党有真诚 党不亡 家有真子的话 这个家会 也不会衰败 对 可是不能容忍的 他就得衰败 所以真话不伤人 重点是听的人 真话伤人 没没没 重点是听的人 通常没哑量 没那个度量 忠言逆耳 忠言会逆耳 对对对 等到过了一些时候吧 年纪在增长 一些在成熟一天 一些真的话 可能就听得进去 才能够悟到 我们今天因为 李庆元议员 其实当台北市议员 也好几届 你也经过好几任的市长 对对对 柯市长真的是天兵 这个真的是天兵 所以我们台湾的价值是什么 台湾的价值就是像柯市长 这样一个完全没有背景 他是个医生背景 他都能够来当首都的市长 这个也是我们台湾的价值之一 也有了 那个陈水扁当年也是甲级平 我太太当过台北市长 是啊是啊 所以其实台湾价值很好 如果你只要努力 然后呢 你真的认真 然后呢 你有你的理想跟抱负 要为民主的事 其实民众 台湾民众很可爱 都会给予机会了 那当然我们接下来 谈一谈 柯市长 从一路走来到现在 唉 因为你现在武党比较没关系 因为民进党你就知道 他们要把麻烦 要把他補也補不下去 这个你要把他划清 要站远一点也不是 要靠近一点也不是 他真的还蛮令人觉得不知道该 不知所措 就像大巨蛋一样 不知所措 进退 维谷 然后这怎么办呢 所以呢 检视一下我们柯市长 你看2014的时候 就觉得一开始 哇拆了这个中校系路 那个引道 大家就觉得 哇很有魄力 知道之后了 对不对 有啦 西区翻转 大家可以看得到 可是是一路走来 好像就大家觉得还好 那甚至 院年长者 其实对他 因为你看我们就着重小事 光敬老敬 对不对 他也脖子很硬 反正我现在就是先这样子 那他的一些作为 先听一下我们李清源议员 你这样对柯市长 的 你对他打几分 还有就是说 以他目前的一个状况来看 虽然我们的姚伟员 在后天四二 他有个鸡蛋大游行 号召很多的议员起来 说他们要跟柯市长说拜拜 你觉得民进党 还真的会继续礼让柯批吗 这样 在柯市长 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有跟施明德 有在一个聚会里面 有一起聊过天 那士明德只讲了一段话 回头想想 士明德还是 先知 真的先知 他说啊 他说没得快 他说不过是台北市而已 台北市让柯文哲 去颠覆一下也没关系 回去务务 没得快 他不过是个台北市 他言下之意是如果国家就不行了 言下之意啊 如果是让他去当总统 那不行 那不行 他认为台北市需要颠覆 他只是让柯文哲来颠覆 颠覆一些传统的一些 一些官僚体系啦 一些作为 一些思维 甚至于包括颠覆过去 很多东西不公开 不透明 这些东西 是 包括甚至一些所谓的政商关系等等 是 所以改变一下这个政治的文化 改变一下也不错啦 这是士明德的想法 对 确确实实是 很多台北市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 是 所以不分拦率也票给他了 对 那经过这段时间来看的话 他也确实这样做 比如说举例来讲 这重阳进老金 我也蛮佩服柯文哲的 对 这个所有60岁以上的长者 我到街坊 大街小巷去听 没有一个人不骂他的 对 他都骂 尤其是公园里面那些老先生 在那边下棋 边下棋边骂 就骂柯文哲的重阳进老金 而且我跟你讲 那长者他本来不想骂 还可以吞得下去 因为他心里想说 我也不靠那15002000的 可是你知道吗 不是 这有时候同财在一起啊 对 我们一起去爬山 一起在那边练功 大家 他这个 哎 王妈妈这么讲 李伯伯这样讲 讲着讲着 他心里就开始 真的也 齐柯文哲不高兴 一年1500啊 对 他觉得这个是 你要敬老尊贤 对 你竟然你 柯文哲竟然连敬老尊贤的 1500 区区1500 一年1500而已 就把我删掉了 那当然他都很不高兴 对 那这一点 确实跟传统的政治人物 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你看 丁守中来了 他说 只要我当选 一定恢复 从而要敬老金 对不对 然后那个什么 姚文志来了 我相信他也要恢复 从而要敬老金 可是艺人讲真的 要恢复不难嘛 恢复不难 对 但是为什么 柯市长这个 他怎么可以这么坚持 我觉得他 他已经 被人家 点点 知识点点 骂骂骂骂 骂完以后干脆 干脆坚持 他认为坚持 反而可能有逆转胜的机会 这是逆向思考 逆向思考 他认为干脆坚持 说不定 那个40岁以下年轻人 这个对他的支持度 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对 这个有可能 对 有可能 事实上 事实上 你以为柯文哲从来没有 没有去做各种这种所谓的 这种巴结的这种这种这种政策吗 有 社会福利政策吗 当然有嘛 对 他进老卡 进老卡 还有包括那个幼儿津贴 什么幼稚园补助 包括现在双北定期票 对 双北的所有的那个 定期票 捷运票定期票各方面 变1280 对 他不是也都在 都在送礼吗 事实上 照常在送礼 他也不是说 完全不做这种所谓的这种 这种讨好选民政策的这样的做法 他也是做 那柯文哲我觉得他比较大的麻烦就是说 这个市政府 因为这个机器已经运作很久了 所以其实也不会出什么特别的大差错 但是呢 在积极面 积极面上来讲 除了西区啊 翻转政策啊 我们看得出一些绩效以外 是 其他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是延续以前好龙兵时代的做的那些工程啊 包括不管是BOT案啊 设定定量权案啊 都延续 包括公仔案也是一样 那所以在他任内 积极面来讲 其实他真正的 真正的具体建设 在这三年多来 其实很少 那消极来看的话 反而很多 比如说大巨蛋就躺在那里 不前不后 不退不进 不战不走 这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这实在也跟我们了解的 柯市长的个性 好像也不是这样会摆烂 放在那边不处理 就是几乎的形同摆烂 对 然后呢 事实上呢 好像退一步 但是他也进两步 退一步又进两步 是是是 继续还是有在推 对对 你看大巨蛋 目前一副好像 还是要继续盖下去吧 对不对 他并没有要把它收掉 反正大家就 但是就就悬在那里 是是 大家互相就等 好像一副等待果陀 等到年底市长选完以后 自然就会有一个开花结果 对 很多事情这样 所以柯文哲基本上来讲 他又说五大案 五大弊案 又要什么 打打什么前操什么 现在不讲这些 他一件也没打到 是是 这一件也没打到 也没有落实 是 所以 可是呢 很奇怪 他民调又有48%的支持度 这非常怪异的事情 所以民众不在乎吗 对 民众只会觉得说 如果这个阿伯每天又讲一些 那我们开心 就觉得 你看又其他传统政治 我们讲不出来的话 我们就觉得开心了 自己的首长退下来以后 像检医院 检医院说 检医院那个 他说 他那个什么野生科匹 他说那是自己设计的 所以我话你讲 自己设计 然后PO上网路的 对 那有时候真的事实的真相 他也不在乎 对 也不在乎 对 所以我觉得就柯文哲来讲 如果要我跟他打分数 还可以啦 60 那打个 也勉强及格的分数是OK的 好 那议员 因为你已经当了议员五届了嘛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说 因为有时候第一届啊 第一年可能就是 明明乎乎搞不清楚状况 第二年也不要摸手了 第三年 真的比较清楚了 可是时间要到了 又要选举了 所以就是说 一晃眼就时间这么过了 再给他些时间 他会做得比较好 还是你觉得差不多了啦 我大概看你现在 这样几年来下来 你之后大概 我顶多了不起60加到65 是这样吗 我说要看 这要看他的对手是谁 看他对手是谁哦 他的对手 如果对手强一点 就会push他吗 这样讲吧 如果他对手继续去连胜文的话 他当然还是继续高票当选 这一定的嘛 没有啦 连胜文不出来选了 坤批对他的影响 因为我不方便举 现在人例子嘛 现在人例子的话 他说我还没选呢 你去说我会落选 对不对 比如说像举例来讲 看对手 假如说今天有一个对手 也可以翻转 然后形象又很清新 然后又跟传统真人物不一样 然后给人家解读 又是一个新的政治素人 因为客人说已经吃荤了 他不是政治素人 所以就有的拼了 那就有的拼了 所以我觉得他看对手 好 那所以说 刚刚这样讲 你勉强给他几个 那你觉得 民进党真的 这台北市长 也不能就hold在那边了 大家还是一直会在想说 要不要李让柯拼了 今天姑且不论那些其他的杂役 你自己个人的政治判断 你觉得民进党会提人吗 我觉得民进党 现在是左右为难 他提跟不提 都有非常困难的 这样的一个 而且非常关键的这些因素 比如说不提 假如提的话 万一害了克文哲落选呢 2020克文哲 保证出来选总统 一定出来选 而且他选的话 他选的话 因为外县市所有的县市的这些年轻人 全部都支持柯市长 保证柯文哲是秋风扫落叶 哎呦喂啊 怕死人哦 所以说 等一下 真的 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民进党左右为难 你这个就让我想到 你刚刚讲大巨蛋的问题 现在都左右为难卡在那边 可是你总不能够一直卡 因为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 现在真的是 要先把他的支持者 怎么样先安抚 用比如姚恩志出来选啊 干嘛积丹大游行啊 然后搞得轰轰动动啊 怎么之类啊 是是是是 对不对 然后最后发现说 哎呦我们其实啊 还是长远的考量 为了2020 对 大家忍辱为党 为了2020呢 2020最重要嘛 中央的执政权 比一个小小台北市的 整个人差太远了 这个我要讲话了 对不对 你堂堂一个执政党 你一个大党 你现在就是全国最大的党 你怎么会怕他呢 对不对 2020不然就是 他怕他2020 不是怕他 不是不是 那2020就PK就PK啊 怎么可以 不一定会输啊 不一定会输 沙卡都的话 你蔡总统 大概就没有下次了 我在这里可以笃定 因为柯文哲 他抢到的票 当然还是以利为多 你怎么知道 民进党党那一样 会继续提名蔡英文总统 搞不好他们有更强的对手 他们出来觉得 好 要拼柯比的 他抢另外一个也是一样了 就算提了赖清德也是一样 只要柯文哲出来 这个坦白讲 所向披靡 手向披靡 这个世事难料 还有一两年的时间 这到2020 其实也 我对柯文哲市长 在网路上 在网迷上 他的所有的这种 直接间接的这种操盘 我觉得无人能出席 国内政治人物 没有 我可以肯定的讲 而且他的资源背景 我大概都知道 非常强的 所以两党也copy不过来的 两党 两党 国民党比民进党还糟糕 在这方面的操作 更糟糕 所以也就是说 今天民进党 到底要不要为了一个台北市 一个市长 为了一个面子 或为了议员多几席 烧几席 然后就把2020的风险 去做赌注 好了 所以李庆元议员讲这样 我们就知道这个意思了 大家再继续看看吧 这几天 反正他们要演 就继续演下去 我们到时候就知道说 到底民进党会不会提人了 那当然因为 刚刚讲到台北市 这也讲到说 现在民进党 其实到今年就已经 小英总统也很快 就职快要两年了 哎呦好恐怖 怎么有南部啊 就是大本营 民进党的大本营 高雄竟然有人贴出来说 哎呦民进党没到啊 经济没好啊 请问其他议员 这这这这什么情节 而且是我们菊姐的 那个未必是 未必是绿营的 的策动的 有可能 因为那个是 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 那个南营现在 南营现在 所有的招数 其实都学过去 民进党做这种招数 真的 这好见招哦 所以就是高雄的餐厅 就挂个民进党 不倒 反正来营就是这样操作啊 对不对 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 因为我自己来营书村 我太了解了嘛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那没办法啊 你当执政党了 你现在执政党啊 人家当年国民党 是执政党的时候 那你 你的诉求各方面 其实运作方法也是如此啊 好 那我就在问我们 资深的李庆元议员 这个也是我很不解的 应该有很多民众很不解的 那这两天不是因为我们新北市民进党 他们停苏贞昌当他们的市长候选人吗 然后呢 他说这个希望我们的 秘书长 陈菊 陈秘书长 能够来当他的 应该算是主委啦 主委 对 主委 主委跟总干事有什么 不一样 总干事要实际操盘 他是CEO 主委在上面 挂个名 这个也可以实际操作 也可以做一个人头鹅啊 所以竞选总部的主委跟总干事 总干事是真的要做事的嘛 那所以主委 那这样子说就是说新北市 如果假设菊姐可以挂这个主委 他只是挂而已 那林佳龙市长他选 也可以说我也挂 都可以挂 都可以挂 主委没有冲突 没有冲突 我可以当八个候选人 县市长的主委都可以 所以这也没有什么违反行政中不中立的问题 有没有违反行政中立 这个就要看民进党他们自己的自我要求标准 当然我今天是总统府秘书长 我去挂人家的主委 当然这个 看他是不是政务官 如果政务官还好 非政务官他就绝对违反行政中立 对当然不可以嘛 那当然是 因为政务官当然是 我是政务官 我跟那个政党是同上下的 我的政党垮了我也垮了 所以当然他就比较没有行政中立问题 他如果是事务官 那就绝对不可以 所以如果你接什么竞选总部的这种总干事 就是真的是要操盘要做事的 总干事要操盘要做事的 对然后是主委的话 但会不会影响到官 主委是郎陶昂啊 在后面 像现在马英九有很多 很多那个国民党的议员候选人 也把他挂来当挂来当人头 都可以啊 那你这个料是这么准 你对很多事情看法都很有自信 所以我们的老县长 跟我们现在侯副市长这样PK 你觉得如果再加上 他现在有这些有没有 这就是什么游锡坤啊 又把他也设个职务啊 然后加上我们局姐也是个主委啊 这样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形成 这样子想要新北反攻的力量会比较大 对苏正常在讲压力非常大 是 因为他自己当过两届的县长 又当过行政院长 是 而且是民进党大佬级的人物 是 所以他有输不起的压力 所以呢 但是苏正常要赢侯友宜啊 目前来观察的话 还是侯友宜的一面比较高 但是再过 再还要再观察两三个月 是 大概今年七八月 如果七八月的时候 到了今年的八月 如果侯友宜跟苏正常的民调 还是差距 目前的差距的话 达到八八十八以上 这个这个这个就对苏正常来讲危险度就很高了 因为你要短短两三个月要翻回十八很难很难 可是上次不是朱立伦那个市长的 不要忘了侯友宜是警戒出身的 他当过警政署长 当过行政局长 行政局长 当过这个这么 警大的校长 对 那在 呃 孙正常 他又没有 没有在 当当权 侯友宜虽然已经退了副市长 对 可是所有新北市的警戒 我敢说 大家都是还是挺他 不要 而且你不要说新北市 大家不是挺他 大家挺他不重要 最重要是 所有警戒 他们如果愿意follow下去的话 那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而且那个都会 而且我跟你讲 我觉得还有外意 连派出所里面的那些 管区警察 都可以帮忙他拉票 因为不要说是新北市 那个没有行政中立可言 我都听到台北市的这些警察 也都是要帮忙 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 诶 那个只是嘴巴在讲 真正厉害的是 我举例来 台北市有一个 有一个原住民议员 是 他是警察出身的 是 然后他只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 只有我知道 台北市我四千多个 原住民的选民长在哪里 对不对 那你其他原住民 要来候选人 他怎么知道四千多人 在台北市任何一个 哪个角落里面 所以就是他有他的资料 他资料非常齐备的 所以他有办法 一个都绕不掉 四千多个不过选里长一样 对 可是他有办法 一个都绕不掉 每个都可以拜访到 这个就是警察来 警戒来从政的优势 那更何况 侯友宜他当过警政署长 对不对 所以新北市的 我相信 最关键的是 他的基层援警 如果都愿意帮忙 他讲两句话的话 那不得了 好 不得了 那所以说 地方的组织 跟警戒 全部非常绵密 一交一紧 民房一销等等 其实讲真的警戒来从政 跨到政界的不多 因为板桥还有一个林国村议员 那我觉得因为警察的 但实力都不弱 对 如果说假设他们真的要退派一个人 那事实上他们力量也很大 你要不要忘了 新北市市长现在叫朱立伦 不是民进党的 所以执政党 又是国民党 新北市的 然后呢 然后侯友宜 是国民党推出来的市长候选人 他如果要赢 然后他本身又是警戒里面大佬出身 所以我敢估计 新北市 连基层的远警 都技术性的帮他拉票 那真是蚂蚁雄兵 所以苏丁参我认为 你当过行政院长怎么样 那是过去世了 你当过两届县长怎么样 过去世了 不容易 他已经是民进党里面最大咖的 已经最大咖了 我讲白 游积坤来选 那更是一样 苏丁参的爆发力 还比游积坤强 OK 不要抢 所以说 这个就回到民众 你现在自己想想看 如果你现在是 这一区的选民 你要投谁呢 其实不要忘记 因为民众其实讲 真的对传统的这些政治人物 甚至政客 他其实已经厌烦了 他也希望说 有一个新的样貌 新的思维 然后民主的政治 其实有时候让我们觉得 很无奈 我再补充一下 四五十岁以上的 新北市市民 如果警察 蚂蚁熊兵的话 这些人被影响的几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 因为四五十岁以上的 都会落深入基 当什么 一交一行民房 社团组织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对 但是偏偏四十岁以下的 目前的民调来看 侯友宇又占优势 而且我觉得会不会 就是像 年轻人 侯友宇目前还占优势 因为就跟2014一样 就是说有时候 大家会对于侯父 就是觉得 他以前的一个 铁汉英雄的这个形象 还有就是说 因为毕竟 还有健康幼稚园的事件 OK 还有就是说 他有这样的悲惨经验 好像他也不是说 一般走来的那种 他以前真的就是一个公务人员 就是一个警察警官 然后只是说 现在转座政治 所以让他来当市长 大家会觉得 好像比较新鲜 有期待 那因为苏森上 现场讲真的 他也经过了 这么长的一个政治 原本市长对他来讲 是烹小仙 对苏森上烹小仙 就是说小case 小case 那我突然真的觉得 苏院长压力好大 压力很大 对 他确实压力大 所以我觉得说 苏院长 我觉得他真的压力 最大最大 就是对方的蚂蚁雄饼 不要忽略的警察的管区 但是也不要忘记 因为经验这么丰富 一路走来 我相信面对很多的困难的状况 都知道怎么去面对 怎么去解决 怎么去突破 那这个选举的好看 当然就是有这种反差性 我们还是会继续看下去 其实真的很想 跟我们李庆元议员 再继续聊下去 但实在时间是得关心 这样子 而且议员 其实你也不会担心 对不对 你不会担心 你自己年底 我当然担心 哪有不担心的 五党级 没爹没娘 你别这样 你没有包袱 你爱怎么说 你就展现真实的自己 那是优势 但也是缺点 没爹没娘 然后你现在想要讲些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就可以这个 因为你刚好这一件事 那个抽到警卫嘛 警政卫生 对 警政卫生 台北市在这一块 一路走来 卫生 因为那个卫生局长是 博生局 柯市长的老师 所以大家就有传言说 其实卫生局不管怎么做 柯市长对他们都是 基本上比较没有意见 这个局长也算做得不错 也算真的做得不错 那请问一下现在的警察局局长 他关系跟柯市长好一点 陈家昌来看的话 看来 柯文哲 跟柯文哲关系 我觉得他的局势所长 跟他关系都这样 死好死坏 因为以前我们都好像 我们印象中是说 警察都是听命情势的 对 所以关系不好也很难 陈家昌也不会说 背离柯文哲市长的各种意见 除非他的要求是违法的 陈家昌也会很听命 是是是 他们警察的性格就是这样 对 感觉也是非常努力认真做 虽然因为好像感觉 先前是因为 邱风光局长的关系 他好像比较受到 柯市长的青睐 那当然我觉得陈家昌局长 其实是非常的认真 他们来的话 一定是 只要你合法的 我听命行事 是 所以基本上 台北市的治安 环境 你都觉得 目前来看的话 还算过得去 还算过得去 所以说在首都 如果做警察 因为这两天 其实都有一些警察的血泪 然后你看 这承抗事件这么多 柯文哲算浮将了 也没出过 没出什么特别大事 对 对啊 没出什么大事 警惕 对 警惕的问题是小时 天灾人货各方面啊 这三年来 其实很少 而且世大运还很顺利 世大运还很顺利 对 对 所以当下 风险他都过去了 有当下要坐那个尾 真的要那个尾 大巨蛋也没垮下来 也没倒 哎呀 天佑台湾啊 天佑台北啊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我们台北市议员 大安文山区的李清元议员 因为我们希望之后还有时间 然后邀请你来 我们谈更多的一些议题 好不好 一起来关心我们的民众 而且等到确定这个 扭扣联盟 扭扣联盟 对 一定要发挥 这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那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我们舞蹈 那一面扭扣 不会超过三十块吗 没有问题 对对对 要继续 所以送扭扣 支持我们李清元议员 谢谢议员 OKOK 就好我们的条件别的 豬肉咖啡菜了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拜拜